大家好,我是居然娘子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的黑棋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研發 就是不用寫沒關係 也能看到祖先記憶的研發過程 我們繼續駭客其他電腦 現在的駭客好像難度有上升 越來越難找了 感覺不管怎麼轉好像都很難轉到上面 也成功了 完全就是碰運氣的 天使 媽媽說只要爸爸跟約翰叔叔為羅茲姆貝克公爵工作 他就會照顧我們 我們家很大,但雖本尼斯是個小地方 媽媽看起來很高興 布拉格公元1587年到1608年 伊麗莎白珍威斯頓 愛 許多人稱約翰叔叔為迪波士 說到不到五歲就跟我一樣 能聽說讀寫三種語言 我預言你有個光明的未來,貝斯小姐 我喜歡讀書畫畫還有寫詩 但數學很難 我的哥哥約翰法蘭西斯的數學比我好 他比我大一歲 爸爸想要我得到跟我哥哥一樣的機會 他說我很幸運 不是所有年輕女孩都能有一個家庭教師 我向他努力學習 我們今晚又肚子餓了,凱莉主人 約翰叔叔一樣說 爸爸就笑了,我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們今晚又要通宵工作了 晚餐後,我跑到客廳 跳到約翰叔叔的腿上 他的鬍子不像爸爸,是純白的 而且很粗糙 我拜託他說故事給我聽 約翰叔叔能讓每個人彭富大笑 即使是影響嚴肅的爸爸也是一樣 他們說現在得工作了 媽媽說我該睡覺了 我把傳單拉到超過我的頭 而且聽著研究室傳來的南南細語 我很怕黑,但今晚不怕 因為我聽到爸爸跟約翰叔叔的禱告 正直 爸爸得離開家裡去賺錢 我知道錢是什麼 我們需要錢買東西 我不想要離開他 我給爸爸跟約翰叔叔一個大大的擁抱 我向他們的馬車揮手 直到再也看不到他們為止 這次他們會離開多久呢 我問媽媽爸爸是做什麼的 他說他跟約翰叔叔一起研究 給需要的人提供意見 約翰法蘭西斯說爸爸會跟天使說話 我大笑,但媽媽沒有 他跟我說的 他的雙手又交叉在他的胸前 過了好一會兒,媽媽嘆口氣 約翰法蘭西斯是對的 你爸爸的確可以跟天使說話 他是從他裝裝自己的頭 天使那裡得到洞察的能力 我問媽媽,什麼是天使 他說天使是從天上來的 戴著翅膀,而且跟上帝一樣活在天堂的使者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約翰法蘭西斯說只有爸爸可以呼喚天使 媽媽點頭說,這是爸爸的特殊天賦 他用水晶球 約翰法蘭西斯這麼說 正直 我最近很少看到爸爸跟約翰叔叔 他們不再吃東西了 他們不但進食 而且還把大部分時間消耗在研究室裡 如果半夜醒來的話 會把毯子拉到我的下巴 但房間還是很黑 我聽到樓下有聲音 深呼吸一口氣 我就溜下床去 我捏手捏腳的下樓 怕怪物聽到會從陰影跑出來抓我 雖然約翰叔叔說他已經把怪物從家裡都趕跑了 我跑到研究室把耳朵貼上去 聽到爸爸跟約翰叔叔的聲音 但我也聽到另一個更低沉的聲音 突然一聲巨響他們把門打開了 我躲在櫃子後面 看著爸爸跟約翰叔叔 微笑著從研究室走出來 我數到100然後溜進研究室裡 但裡面什麼人都沒有 伊莉莎白 爸爸從後面叫我 你在做什麼 爸爸要我保證以後不會再進他的研究室 因為那裡有你不該看到的東西 我有好多問你想問他 但我只能點點頭 智慧 我沒看過爸爸跟約翰叔叔這麼高興 他們交頭接耳 而且對只有他們知道的事情大笑 媽媽說因為他們的工作有了更多的進展 我吃完晚餐以後說要上樓 媽媽同意以後我就趕快跑上去 我注意到約翰叔叔的房門沒有關 我很快的跑到門口 屏住呼吸偷看房間裡面 房間裡面好漂亮 約翰叔叔說 鄭阿姨的品味很好 他是對的 我通通打開了約翰叔叔的衣櫃 裡面都是寶物 閃亮的石頭 黑色的鏡子 上面有漂亮圖案的蜜蠟風 還有一條金項鍊 我不管了 我發現一顆球被一團布蓋住 這是約翰法蘭西斯說的水晶球嗎 我很快就把布拿開 這顆球很重 在我手上感覺很溫暖 這是用最閃亮的鏡子做的 但在球的表面我看到了我跟約翰叔叔的臉 約翰叔叔把球拿起來 而且把它放到他的上衣中 我在發抖 但是他在微笑 你不應該對你不了解的東西太好奇 貝斯小姐 惡魔 我們在吹本已經快兩年了 我們在這裡很開心 比以前都開心 布拉格公園1587年到1608年 伊麗莎白珍威斯頓 驕傲 約翰叔叔離開的時候 爸爸繼續工作 他很專心在自己的工作上 也很少跟我們一起吃早餐 但至少他吃東西了 我今天很虛弱 媽媽說我發燒了 要我待在床上 我睡了一整天 直到大半夜才起床 我不喜歡這個夜晚 但我不會像以前那樣怕他 我爬下床 小心不發出聲音 吵醒其他人 一道蒼白的光從研究室裡透出 門是開的 爸爸不會讓他的研究室 門是打開的 我墊腳往光芒裡面看 我偷看裡面 爸爸趴在桌上讀著一本書 那書上透著一種奇怪的銀色色彩 爸爸突然喃喃自語 講一些難以理解的詞語和數字 爸爸拿起了一些紅色粉末槽的桌上的一個東西灑下去 我絆到了 他嘴巴笑得很開 臉有點變形 我絆到了 然後他拿起一塊金子 爸爸的笑聲讓我害怕 他的聲音變得低沉 而且都在說一些我不懂的話 我很快地爬回床上 貪婪 我注意到爸爸跟約翰叔叔在遠處 我拿起我的娃娃 而且躲在花園的項目裡 當他們接近我的時候 我跟自己說不要笑書籃 爸爸告訴約翰叔叔 他們應該改變工作性質 把時間花在銀金樹上 不要再浪費時間跟天使溝通 只要項目就可以了 這本書有無窮的潛力 爸爸說 我需要你幫我解開這本書裡面的公式 我都快想破頭了 約翰叔叔皱眉 我們可以在皇家王宮工作 爸爸繼續說 生產黃金只是第一步 約翰叔叔轉身面對他 我把我的娃娃抱得更緊 你不應該被這本書操弄 凱莉 我幾乎認不出約翰叔叔的聲音 你想像不到這本書有多險惡 比你想像的還多 爸爸想堪議 但約翰叔叔打斷了他 你的合夥人 那位洪賽主人 也就是給你這本書的人 我曾經跟他打過交道 這個人不能信任 爸爸說 他們都能比想像中還要有錢 我偷偷看了一下他們 看到約翰叔叔摇頭說 不 我的朋友 這本書會毀了你 渴望 媽媽一直躲在房間裡哭 她這幾天很少說話 我懷疑他甚至沒有跟爸爸說話 他最近都在逃避爸爸的目光 我在讀書的時候被一陣巨響嚇到 我被嚇得跳起來 又是約翰法蘭西斯嗎 他有時候真的很優質 淚淫正身想伴隨著尖叫出現 而且還是女人的尖叫 我很快把書放下跑到門旁邊 爸爸跟約翰叔叔正在對彼此喊叫 我走出我的臥房的時候 尖叫聲已經停止了 但我接著聽到戳氣聲 是從約翰叔叔房間發出來的 是鄭阿姨受傷了嗎 約翰叔叔的房門突然被用力打開 鄭阿姨在她丈夫身後哭喊出來 但有人打斷了她 是爸爸打斷了她 我覺得整個樓層有點可怕 約翰叔叔很快就把門關上 然後看著我 我看著她眼中的怒火 我嚇得都不敢動 約翰叔叔握住我的手 然後把我帶開 你不該在這裡 然後把我帶下樓 你 你不應該看到這個場景 怒火 爸爸跟約翰叔叔現在很少交談了 他們只會互相吼來吼去 也讓媽媽很傷心 鄭阿姨現在只待在她的房間裡 我希望我也可以只待在房間裡 我一下就驚醒了 因為爸爸又在尖叫了 我閉上眼睛 希望可以回到從前的時光 但我已經是 知道過去無法回頭的年紀了 又是一陣摔門 我從窗戶看到爸爸走向馬舊 這個善妒的蠢蛋 然後我看著她消失在黑暗裡 我跑下樓 媽媽坐在客廳裡哭泣 我躲在沙發底下 聽到約翰叔叔悲傷的聲音 是我該離開的時候了 我會想你們的 你們兩個 希望約翰叔叔一切順利 慢慢離開 我還是躲著 直到約翰叔叔也離開為止 我瞧瞧地跟著約翰叔叔到爸爸來研究室 他用鑰匙把房間門打開 並說著 等到生命終結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了 老友 約翰叔叔從爸爸的研究室裡 把那本銀色的書拿走 我是為了你爸爸才這麼做的 這本書的秘密不屬於他的 怪物 媽媽說他覺得布拉格給他一種家的感覺 但我沒有 爸爸不讓我出去 他說街上不安全 布拉格公元1587年到1608年 伊利莎白珍威斯頓 謊言 我喜歡我爸爸帶我來到布拉格 帶我到布拉格來 給我一個逃離那個房子的機會 而且還可以跟他在一起 不過他最近很少回家 全世界的人都跑來這裡 這個歐洲文化的中心 爸爸是這麼說的 我很好奇為什麼這些 重要人士都喜歡皺眉頭 爸爸跟一位老紳士交談 他的白鬍子讓我想起約翰叔叔 我叹了口氣然後握住爸爸的手 他好像沒有注意到 我們現在都不敢上街了 老紳士抱怨 就算是白天也一樣 爸爸點點頭 說布拉格從來沒有這麼危險過 你知道嗎 凱莉大人 都是皇帝的關係 他貼近爸爸耳朵說 他很懦弱 他給人們太多自由了 我聽說有個殺手到處橫行 專門刺殺貴族跟戀金術士 老人的聲音在發抖 他們說那是一個怪物 一個巨人 有人孫子說他不是人類 爸爸回答 我抓住他的手 希望約翰叔叔會跑來這裡把怪物趕走 那應該是刺客吧 困境 在我10歲生日的時候 爸爸把我帶到了他的工作室去 我終於有機會看到他 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都不回家的原因 當我跟著爸爸穿過布拉格城堡的走廊時 大部分人都當作沒看見我一樣 但有些人還是會打量我一下 城堡的窗戶都用磚頭跟大炮蓋住 爸爸小心硬硬地帶我穿過每一道門 爸爸的工作室是寶庫 這裡有很多東西 每一樣東西都很新奇 彩色的粉末 古老的卷軸以及項鍊 爸爸整天都在工作 他研究圖卷 混合粉末 把液體煮到廢點 我從遠處觀看不敢打擾他 他的工作好重要 爸爸常常會自言自語 他常常眨眼睛 是神看向旁邊 他讓我很緊張 尤其是在他咆哮說出一些奇怪的詞語的時候 我沒辦法 爸爸咆哮著 然後把玻璃燒杯摔到牆上 摔成了很多碎片 我要捨遮住臉 我需要那本書 煉金術士 夜幕降臨了一個年輕的訪客 打斷了爸爸的工作 他進入了房間 告訴爸爸皇帝要召見所有煉金術士 爸爸告訴我在這等 要我什麼都不准碰 後來他皺著眉頭 把我的手牽起來 然後帶著我走出房間 你得保持安靜 我們進入一個黑暗的房裡 一群老人圍著一個長桌座 爸爸要我待在他身邊 跟著助理和學徒站在一起 一個戴著毛帽披著白色圍巾 穿著黑色大衣的高大男人出現時 每個人都向他鞠躬 我往後退了一步 躲在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身後 這個人 是皇帝嗎 坐在桌子的盡頭 把所有房間裡 裡面的人都看過一遍 他的眉毛動了一下 一個煉金術士馬上跳到他的腳邊 我的弟弟有看到這個怪物 那個人像老鼠一樣 嘰嘰嘰嘰的 他是一個全黑的惡魔 煉金術士 彼此交頭接耳 所有煉金術士都同意 這個殺手不可能是人類 有沒有可能是個矮人呢 爸爸說 接著整個房間一片靜默 魔像 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布拉格城堡 一群守衛說是為了我們的安全 負責護送我們跟其他煉金術士出去 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怪物 黎明逐漸照耀在福爾塔瓦河中 終於我們到了最後一個煉金術士的房子旁邊 我們快到家了 不不不 爸爸不要停下來跟他說話 我走到房子旁邊的暗像中 才剛踏進去就撞到一面隱形的牆 有一對白色的眼睛突然出現在黑暗中 我看到了一個巨人的身影 怪物的頭上有漆黑的標記 不 那應該是字母 EMET 我盯著這白色的眼睛問著 你是什麼東西 我叫了很多種名字 怪物的聲音有點奇怪 像是種猴鹰 聽著他們叫我魔像 爸爸開始叫喊 守衛朝著我們衝過來 你剛剛救了你爸爸的性命 小傢伙 他立聲說 魔像朝著河邊跑去 我現在已經看清楚了 一個巨大的深層的身影 看起來非常強壯 怪物跳進河中我跟著過去 爸爸和守衛警追在我身後 我發現水面很平靜 完全沒有魔像的蹤跡 結果不是刺客 鬼魂 我們都不討論爸爸關起來的事情 三年來幾乎完全不提 現在約翰反而西斯不在了 我得一個人照顧媽媽 布拉格公元1587年到1608年 伊莉莎白真威斯頓 夢魘 爸爸今天要從監獄放出來了 但是媽媽很擔心 他說這是爸爸最後一次 滿足皇帝期望的機會 站在房子前面 我握著媽媽的手 看到爸爸的馬車時 我心跳變得很快 在馬車停下來 在我們附近的時候 我甚至連呼吸都忘了 當馬車門打開的時候 媽媽在站抖 一個蒼白銷售且胡順很長的男人 從車上下來 爸爸 他無視我們 好像我們是鬼一樣 媽媽準備了爸爸最愛的烤羊肉慶祖 但他不吃 他只是沉默地盯著盤子 媽媽假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不斷離在餐桌上講話 爸爸突然站起來 椅子被弄倒了 發出巨大的聲音 爸爸速度很快地跑出飯廳 口中喃喃的說著奇怪的語言 我曾經在小時候聽他說過的語言 我的心很糾結 但我沒有讓眼淚掉下來 我握著媽媽的手 但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讓他好受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失敗 皇帝恢復了爸爸的身份 但是門外還有士兵站綱監事 他們不是來保護我們的 只是不讓爸爸逃出布拉格 一個月過去了 爸爸仍然跟我們保持距離 且不斷地工作 但至少他不會完全不理我們 我手上拿著媽媽準備的食物 走進爸爸的研究室裡 但我停住了 爸爸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任命盤子跟食物從我手上掉下 我跑去櫃桌在爸爸旁邊 他握住我的手 馬上陷入了沉默 爸爸的指甲弄痛了我 我抿著嘴唇不要讓自己痛到呼出來 他突然把拳頭舉起來 緊握 我把我的眼睛閉起來了 我做不到 爸爸的聲音很安淡而絕望 完全不夠 一點都沒有留 我看著他 眼淚滑過他鐵青的臉頰 臉頰 慢慢地 就像手中握著什麼無價值寶一樣 他這樣手掌打開 看著裡面的紅色粉末說 去死吧 敵 自負 爸爸仍持續工作 即使他不斷說著他讓我們失望了 但那幾個星期來都不吃不睡 我幾乎不認識他了 媽媽從睡夢中把我咬醒 伊莉莎白士兵過來了 我還來不及反應 因為我已經習慣士兵站在我們家外面 我看了一下 伊莉莎穿著制服的年輕人站在我們家外面 他們把火 他們的火把像是在跳舞 隱隱不斷在他們臉上變形 布拉格的怪物 我打開前門 一名軍官跟六名士兵 跟著進來 軍官親了親喉嚨 以皇帝之名 不 媽媽向前撲倒 眼淚滑落雙腳 你不能把他帶走 不能 不能再這樣了 士兵睜大眼睛 爸爸朝我們走過來 他的面容扭曲又如惡魔 他難言自語只有他了解的語言 軍官試著與爸爸溝通 但在一間嚎叫中 爸爸跳到他身上抓他的臉 一名士兵擊中了他的腦袋 讓他跌倒 媽媽看著他們把爸爸帶走 只是不斷地哭著 混亂 我已經16歲了 有些城堡的士兵對我很有興趣 每次當我去探望爸爸的時候 他們就會堅持要跟我說說話 但我對他們沒有興趣 他們大多是粗野的白痴 其他人則比 豬圈裡打滾的豬還髒 但我總是微笑 並保持禮貌 當我看到監牢就在不遠處的時候 我先吸了一口氣 我試著不去想 但想到那些爸爸牢房中的獅子 這是什麼 一個擦頂的十字架 我快不走近 看到了令我心臟停止的景象 爸爸張著雙手 站在塔頂的邊緣 我往城堡跑去 把情況看得更清楚 爸爸已經變成骨瘦如蟬 外面只有罩著一件破爛的腸壞 他看著我 不是看著我 是看著我後面 你來了 讓我自由吧 神聖的信差 讓我自由吧 爸爸朝著天空舉起雙手 就像在祈禱一樣 天堂的守護者 請看顧著我 接著就從塔頂跳下來 我趁著爸爸殘破了身體 他不斷流血 卻直直地看著我 惡魔不再纏繞於他心中 第一 是 對的 他這樣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神聖 那位童真女王 伊麗莎白女皇死亡的消息 傳到了布拉格 在我確定一個月後 就要舉行婚禮的當下 布拉格公元1587年 到1608年伊麗莎白 曾威斯頓 敬意 敲門身擾亂了我的思緒 我從我的空白紙葉中抬起頭 將鵝毛筆放下 進來 約翰尼斯我的丈夫 走進了書房 當她低下頭的時候 霧黑的頭髮刷了她的臉頰 多麼出色又挺白人啊 她為了打擾我工作而道歉 我皺著眉頭假裝煩惱 但掩蓋不住我的微笑 看來我今天寫不出什麼東西了 約翰尼斯的臉看起來容光煥發 她的拇指心不在焉地 玩著象牙手杖的餅 有個包裹被送到這裡 說要給貝斯小姐的 貝斯小姐 只有約翰叔叔會這樣叫我 這幾年我幾乎沒有聽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跑出房間快速下樓 幾乎就跟我小時候所做的一樣 我沒有拆開誰的包裹送來的信 我只是直接把包裹拆開 看到裡面露出了畫框 原來這是幅童真女王的畫像 她的身後站著另外兩名女士 三個人就站在命運女神的畫像前 約翰叔叔的思想 一向都是如此富有深意 三女神 約翰尼斯跟我如痴如醉地盯著這幅畫看 我說實在太漂亮了 但我的眼睛很快又被磕在畫框上的詩句吸引了 約翰尼斯凝視著每個細節 每一個渺小的蛛絲馬跡 甚至每一個細微的色調 這就是約翰尼斯里歐大師 完美的丈夫 法學家與建商家 看到了什麼嗎? 約翰尼斯指了指 手按他手指向金色的手杖 接著指向一袋劍 接著指向落下了玫瑰 諸諾、密列王、維納斯 約翰尼斯搖了搖頭 靜靜地笑著 他沒有料到我會回答 但他應該有些不同的答案 或許是希拉、雅典娜跟阿佛羅代帝 約翰尼斯的鼻子指離這幅畫二英寸 就是那三位為了奪得金蘋果 而要牧羊人 帕里斯仲殘誰最美的女神 我也記得這個故事 我曾經讀過不少次 這個故事是個預言 我的丈夫說 我有其他想法 但沒有反駁他 這畫裡面 有些東西還蠻熟悉的不是嗎? 沒錯,就是那顆金球 小時候我曾在約翰叔叔房間看過的金球 所以那三女神的故事是 豬、諾、密列王跟那個誰 好酷喔 搖金皇后 我自己坐在書房中盯著約翰叔叔送給我的書 我的雙手顫抖著撫摸著他給我的信 我小心裡把信拆開閱讀 很快裡我就認出約翰叔叔的筆跡 貝斯夫人 開始了 我微笑著 我仍然很喜歡約翰叔叔這樣稱呼我 真正高貴的女師 請接受這個不起眼的禮物 由你卑微的老師與朋友所贈送 才不是這樣 約翰叔叔是我的家人 是我第二個父親 我希望你會喜歡這個訂婚禮物 我靜靜地笑著 我沒有收過這麼棒的禮物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你應該就會認出 那個曾經在我房間看過的視頻 金球我就知道 你或許以為這幅畫是一個謎語 預言或是什麼藝術家的幻想 都不是 在精靈女王手中的那東西是真的 他有著極大的威力 就連三女神都是真實存在的 數據串流中指 太酷了 光是這篇就 快要三十分鐘了 我們再看一台電腦吧 希望不用再念 好累 好累 這麼快就到了洞 但是 不像之前 經過洞就會完成 好累 我好像覺得我開始在同一個地方一直轉了 我好像覺得我開始在同一個地方一直轉了 我可以從另外一個洞的上方進去 才有辦法往下撞到綠色的圈 看不出來要怎麼過耶 怎麼辦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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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設計圖耶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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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拜拜 好累 拜拜 因為他在幾秒演才那一招 用一樣的浴膏再一遍 那個太慘了